香港網民罰起在母親節的下午 在全香港多個地點 是進行和理暢的抗議活動 此前有團體申請母親節九龍大遊行 但是收到警方通知反對遊行申請後 團體宣布延期 據報導 在母親節星期日下午 在尖沙咀海港城 觀塘APM 九龍城有一城 旺角新世紀廣場 銅鑼灣時代廣場 和太古城中心等近10處地點 都有民眾聚集 而警方就在多處截查市民 在旺角新世紀廣場 大批防暴警察下午4點左右 進入廣場內驅趕聚集的市民 當時有大約數十名市民 圍著圍欄中庭唱歌和叫口號 其間有人從高處拋雜物 防暴警察舉槍示警 據港台報導 有人聽到一聲的槍響 跟著傳出刺鼻的氣味 懷疑有防暴警察發射了胡椒球彈 警員之後再到樓上樓層驅散 至少拘捕兩位人 香港警方在面書專頁 譴責網民煽動他人 在母親節到各商場破壞社會安寧 政府在疫情當中實施了限聚令 這個限聚令是變相的 將我們集會的自由打壓了下去 就不單止是市民的人權 是連其他宗教的活動都不可以去聚集 即是不可以聚會 我覺得這個是嚴重侵犯人權的 他們損害了我們 因為警察是理應保障市民生命財產的 他們做不到 並且反過來傷害我們的生命財產 這些其實就是影響我們的權益 也是影響我們作為香港人 要有的正常人的權利 這個決定是有關的 但願留在一部里事務前市民 我們都沒有了 不實施 有位在一位 北朝賞 本年本的小城市 在母親的身採訪 本年対面 他讓我們在警方 在家人的可能性 可能是 互相聚